印度曾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也是释迦牟尼 降世的地方 这应是神和上天眷顾的圣徒 可是近200年来 印度几乎是人类流行性瘟疫的大本营 从19世纪初至今 瘟神在印度几乎就没离开过 1817年起源于印度恒河三角洲的霍乱 全球大流行 其恐惧仅次于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 几乎贯穿整个19世纪 在印度造成1500万至3800万人的死亡 1898年印度蜀疫大爆发 当年死亡50万人 前后10年印度因蜀疫死亡人数上千万 在这次蜀疫之后的30年里 又有1250万印度人死于蜀疫 1994年印度再爆发蜀疫 30万至50万苏拉特市民 逃往印度的四面八方 1926年至1930年印度天花疾病灾害 死亡50万人 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 一个印度人回忆 恒河里全是尸体 我的妻子也在里面 没有足够的木材火化 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 我的家人眨眨眼就消失了 据估算 印度丧生的人数大约为2000万人 占当时总人口的5% 病死率高于10% 人们知道佛教传入东土中国后 经历了三五亿宗的法难 其实佛教在其发源地印度 也多次经历了王权外道的打压 直至最后消亡 佛教在印度孔雀王朝三世 阿语王时代曾达到巅峰 阿语王一生见佛舍利塔8万4千座 故事广大 这引起了诸多外道的妒忌 阿语王离世后 大将补杀密多罗杀多车王后 自立为王 设婆罗门为国教 展开了对佛教的毁灭与屠杀 毁坏的寺院打800多座 出家的弟子被集体屠杀 血流成河 在家的佛教信众遭囚禁 鞭伐 印度的苦难与祖先毁佛灭佛的罪业 是分不开的 这个罪业至今还偿还不完 现在印度又成了2021年 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新温床 自今年3月中旬开始 印度疫情就开始失控 双重甚至三重变异的新冠病毒爆发 多地医疗系统崩溃 床位和医疗物资缺乏 百姓奔走哀嚎 因死亡人数剧增 包括首都在内的多个城市 在街边增加了露天或葬场 但仍有一体排队等候 印度的变异病毒 如今已经传播全球几十个国家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 人类历史上的福祸兴衰 其实都是围绕着护法和灭佛所展开的 2003年中国的SARS和2019年的新冠肺炎 两次大瘟疫 其深层原因都是中共迫害法轮佛法所招致的 1999年中共发动了对法轮佛法的迫害 而且搞人人表态 煽动中国人仇视法轮功学员 迫害法轮功修炼者 给迫害者升官发财腐败的机会 法轮佛法是纯正不败的 漠视救人的大法 迫害法轮佛法的罪业 远远大于古印度灭佛 可贵的中国人机缘就在一瞬间 只有看清邪恶中共 远离中共才能度过劫难 当您加入中共的共产党共青团 或者是少先队时 共产党让您向它发誓 为党牺牲生命 奋斗一生 如果你曾经加入过 他的党团队组织 就赶快去大纪元退党网站 用化名或真名退出中共组织 把发过的毒誓抹掉 并诚心默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你都会得到平安福报 他所超好 我只会有没有 能力 组织 放箱 我只会第一次 让我找你 我问三方 一个 组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